昭昭,那是小雨吗?小雨来救我们了。 是啊,妈,太好了,您有救了。 婆婆突发心急,我忙赶回家火急火燎地将婆婆送去医院。 没想到,在路上却出了车祸,婆婆的右胸被力气刺穿,情况极其危急。 而我的下半身也被卡在了驾驶座中,不能动弹。 好在车祸刚发生没多久,救护车就来了。 我的老公江雨是一名主任医师,此刻正从救护车上下来,抬着担架向我们飞奔而来。 我以为,婆婆终于有救了。 婆婆也是这样想的,看到老公,她原本浑浊的眼睛顿时亮了,满心期待地等待老公来救她。 可江雨走到半路就停了,停在了跟我们相撞的那一辆车跟前。 秦阿姨、小冉,我来救你们了。 然后破开了他们的车门,将安冉跟她妈妈从车里救了出来,再将他们抬上担架,拉上了救护车。 自始至终都没看我们一眼。 此时,婆婆的血液已经染红了整个副驾驶座。 她眼眶红红地,颤着阴问我。 招招,小雨这是,这是什么意思? 她怎么能为了别的女人,不管她的亲妈呀? 妈,你别怕,我这就喊她来救你。 江,江雨。 救我们。 我用尽全力思喊,可咽喉里像是被灌了牵一样,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我的这点声音江雨压根听不到,或者说,她压根不愿意听。 因为她现在的整颗心都放在了安冉和她妈妈身上,压根注意不到其他人的存在。 江安冉和她妈妈都抬上了救护车之后,江雨就吩咐司机返回。 还是她的同事提醒她,江主任,另一辆车上应该也有伤员。 可江雨却只淡淡地说道,那让他们等下一辆救护车吧,秦阿姨伤势严重,不及时就医的话,可能会出危险。 严重?不过是头上磕了一个包,渗出了一点血迹,这能比她心急发作,胸口被贯穿的亲妈还严重。 我只觉得讽刺,江雨的同事有些犹豫。 她看了看安冉车上的一点凹坑,又看了看我这辆被撞到严重变形的车,有些为难。 可是那辆车好像被撞得更严重,没什么可适的,有什么事我担着。 说完,她再也没有耽搁,直接让司机开车返回了医院。 等到第二辆救护车到达的时候,婆婆早就因为失血过多而昏迷过去了。 她昏迷之前,还一直在念叨,小雨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明明是她的亲妈呀,她为什么宁愿去救别人的妈妈,都不救我? 我想不通,想不通啊。 事已至此,我也不知道如何安慰她,毕竟所有经过她都看在眼里。 我只好说道,也许,也许江雨只是没看到我们而已。 妈,您别多想,您马上就有救了,等您病好了,亲自骂她。 婆婆无奈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看起来,她已经对江雨完全失望了。 在车祸发生将近半个小时之后,婆婆终于被送到了医院。 此时,她已经陷入了重度昏迷,血压降低,脸色发白, 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和心跳。 急诊医生简单给婆婆止血之后,告诉我,婆婆的情况很危急。 一方面是正在发作的心血管疾病,另一方面是整个左胸的贯穿伤,再加上耽搁的时间太久,失血过多,手术的难度极大,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她还说,手术费需要二三十万,问我治不治。 平心而论,平时婆婆对我还是不错的。 所以,就算为婆婆治病会花掉我们的所有积蓄,我也愿意为她试一试。 所以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医生,我们治,麻烦您一定把我婆婆就回来。 医生有点惊讶,她是你婆婆,看你这么紧张,我还以为你们是亲母女呢。 那行,你现在去一楼交费吧,我们这边立马为你婆婆安排手术。 我点了点头,向医生道了一声谢,然后立马飞奔去了医院一楼,打算把我跟姜宇结婚以来传的钱都拿出来,就婆婆的命。 可我没想到,当我办完所有的手续,刷卡交钱的时候,工作人员却皱眉说道,余额不足,你有别的卡吗? 我满脑袋问号,怎么可能呢? 我明明上个月存钱的时候钱还在呢,怎么可能现在交个十万的押金都余额不足呢? 我有点慌,但还是强装镇定地说,我没别的卡了呀,应该不能余额不足啊,要不您再试试,我这卡里有三十多万呢。 工作人员无奈又刷了一下,仍然说,还是余额不足,末了他提醒我,或许你可以去问问你的家人。 我在迷茫中被点醒了,知道这张卡的密码的人除了我,就只有我的老公江羽一人了。 我马上拿起手机,准备打江羽的电话,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却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名字。 阿羽,谢谢你,你不但用最快的速度把我妈送到了医院,还给我妈安排了单人病房,请了高级护工。 我妈能脱离危险,都是你的功劳。 不过,我现在手头没那么宽裕,那些钱我以后慢慢还你。 我寻生看去,果然是江羽和安然二人。 安然的眼圈红红的,似乎刚刚哭过。 江羽的手里拿着脚费单据,轻揽着他,眼里全是关心和心疼。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秦阿姨一直以来对我都这么好,看到他受伤,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这些都是我自愿为秦阿姨做的,你不用还。 我明白了,原来我们的那些存款,竟然被他用来救安然的妈妈了。 殊不知,他的亲妈正需要这些钱救命呢。 想到还躺在抢救时等待手术的婆婆,我还是暂时压下了心里的怨念,好生好气地说。 江羽,钱呢?你那儿还剩多少钱? 赶紧转给我,妈刚出了车祸,手术费需要二三十万,现在我需要立刻交十万押金,让她去做手术。 现在情况危急,我没时间与她争吵,只希望赶紧把剩下的钱要过来,就婆婆的命。 他们这才注意到了我,不过,听到妈出了车祸,江羽却不但没有着急,反而显得非常不满。 她不耐烦地说,我哪儿还有什么钱? 你刚刚不是都听到了吗? 那些钱我都用来给秦阿姨治病了,哪儿还有的剩? 还有,怎么会这样巧? 你刚听了秦阿姨出车祸的事,就胡周说妈也出车祸了,不就是想逼我把钱从秦阿姨那儿拿过来吗? 人命关天的时刻,你还在这儿吃这些非醋,你太让我失望了。 呵,多可笑啊。 在婆婆性命攸关的时刻,她却以为我跟她要手术费是在吃醋。 我忍不住大声骂道,谁特么吃你的醋了? 咱妈现在还躺在抢救室等着救命呢? 你却为了救你初恋的妈转走了我们所有的存款, 现在我跟你要钱,救命你还不耐烦了? 你到底是不是人呢? 既然她都这么对我了,那我也没必要给她什么面子了。 果然,这话一出口,路人纷纷扭头看了过来, 纷纷对她和安然指指点点。 江宇的脸立马扫得通红。 她气恼地小声骂我。 林昭,你就这么搞我是吧? 非得把事闹大事吗? 行,那我偏不让你如意。 你不是想要钱吗? 我告诉你,钱我一分都不会给你。 你不是说你妈出车祸了吗? 那就让她再抢救室等死吧。 说完,她再也没有给我一个眼神, 拉着安然就离开了这里。 留我一个人在原地发愣。 我这才明白过来。 合着,她不给我钱让婆婆做手术, 是以为我口中的咱妈是我妈呀。 她不是想让她妈死, 而是想让我妈死。 这时,我接到了抢救室的医生打来的电话。 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由于耽搁的时间太长, 婆婆死了, 江宇亲手害死了她的亲妈。 最讽刺的是, 她还以为这是对我的报复。 一时间, 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到底该背还是该洗。 医生把婆婆的遗物交给了我。 与此同时, 婆婆的手机上收到了江宇发来的一条消息。 妈,这几天我不回去了, 秦阿姨出车祸了, 我得陪安然照顾她。 对了, 林昭她妈好像出车祸了, 万一林昭找你要钱你可, 千万别给她。 她问起来你, 就像之前那样, 演就可以了。 演? 我心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 婆婆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都是假的吗? 我不愿相信, 可在聊天记录这个铁证面前, 我却不得不信。 原来, 婆婆一直都知道安然的存在。 而且, 她每次都会在江宇去找安然的时候, 帮着江宇瞒着我。 她明面上跟我关系亲密, 背地里却说安然才是她理想的儿媳。 在她眼里, 我只知道打扫卫生, 洗衣做饭, 完全不如安然陪她逛街, 看电影, 更讨她的欢心。 尽管逛街的钱都是她自己出的, 她也甘之如银。 我每月给她的两千块钱家用, 全都被她拿去讨好安然了。 她总是跟江宇念叨, 儿子, 你什么时候跟林昭离婚, 把安然娶回家呀? 妈都等不及了。 你没事就多讨好一下安然妈妈, 说不定她哪天就松口让安然嫁给你了呢? 说来好笑, 江宇确实在尽心尽力地讨好安然她妈。 就连自己亲妈跟安然妈妈同时出了车祸, 江宇也选择放弃亲妈的命去救安然的妈。 婆婆这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想到这里, 我突然一点都不难过了。 恶婆婆出了车祸, 劈腿老公为了救绿茶的妈妈, 而害死了自己亲妈。 这件事,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件大好事啊。 这是上天给我的礼物。 我不应该难过, 反而应该高兴才对。 接下来的几天, 江宇果然在专心陪安然母女, 就连我发在群里的葬礼请柬。 她都丝毫没有注意到, 亦或许她看到了, 只是并没有点进去看, 因为她以为葬礼的主人公是我妈, 她觉得跟她无关而已。 所以, 婆婆的葬礼当天, 她没来。 当着他们家所有亲朋好友的面, 我跟她打了个电话催她, 打的时候还不小心开了外访。 老公, 妈的葬礼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怎么还不来? 江宇却满不在乎地说, 哟, 真死了? 唉, 真是事事弄人啊。 不过, 林昭, 不是我说你, 你妈的死你也有责任。 如果你当时在跟我要手术费的时候, 态度软一点, 我说不定就大发善心, 给你凑一点了。 先不说了, 我还得给秦阿姨伴出院手续呢, 你妈的葬礼我就不去了。 听完她这番厚颜无耻的话, 我终于忍不住怒道, 江宇, 我说的不是我妈, 是你妈。 我本以为我说的已经够清楚了。 没想到, 江宇却还是听不明白。 她愣了片刻, 气得破口大骂。 林昭, 你什么意思? 你有什么气就冲我来, 这我妈干什么? 不就是因为我没给你手术费吗? 那还不是因为 安然她妈妈也出车祸了。 你没钱可以跟你亲戚借, 可安然她只有我了。 你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 这时, 电话里传出了一个甜蜜蜜的女生。 阿宇, 办好了吗? 我妈她都等着急了。 听到安然的声音, 她立马换了一种态度。 江宇盲笑着跟她说, 办好了, 办好了, 咱这就走。 说完, 她又冷脸向我说道, 不跟你说了, 我还得送亲阿姨回家, 你妈的葬礼, 你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呵呵, 真无情啊。 不过我还真得谢谢她, 帮我在亲戚们面前 演了这么一出好戏。 她如果不无情, 又怎么能对比出我的情深义重呢? 果然, 当我落寞地抬起头时, 就对上了江宇的一众亲朋好友或同情或气愤的脸。 江宇的大舅紧握双全, 急切地朝我问道, 外甥媳妇, 江宇那个小兔崽子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妹妹死的原因是她不给你手术费。 她问出了大家都在关心的话。 听她问完, 江宇的小姨也向我追问。 招招, 你快说说, 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这才抹着眼泪, 将事情的经过一一倒来。 是这样的, 那天我正在我娘家吃饭, 突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 她说自己心口痛。 让我回去把她送到医院。 当然, 我并没有提在婆婆手机里看到的那些话, 因为这些人毕竟都是婆婆那边的亲戚, 我说这个他们并不会向着我, 反而还容易觉得我对婆婆有什么怨念。 我现在只要扮演好一个孝顺的好儿媳就够了。 说到最后, 我整个人都气不成声。 她将与爱上别的女人, 我可以不在乎, 她给别的女人花钱我也可以不在乎, 可她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婆婆呀? 公公走得早, 婆婆一个人, 带大她是真的不容易, 可为什么, 她却要为了别的女人的妈, 致她亲妈的性命于不顾啊? 本来我可以救婆婆的, 我们这几年的存款, 已经足够婆婆的手术费了。 可是, 说到这里, 我的喉咙好似被什么堵住了一般, 再也说不出任何话。 话虽没说完, 但我的意思却已经传达到位了。 我是个愿意将家里的所有存款, 都拿去救婆婆的好儿媳, 可姜宇却将我们的所有钱, 都拿去救了三儿的妈, 害得自己亲妈惨死。 两相对比之下, 姜宇被秒的渣都不剩, 亲戚们一个个都气红了眼, 他们纷纷对姜宇的行为, 做出强烈谴责。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自己亲妈死了。 亲儿子却在帮别人的妈跑前跑后, 真脑残, 误以为死的是自己丈母娘, 所以把手术费给了别人, 没想到死的却是自己亲妈。 她这算是间接是母了吧, 真是害人不成反害己。 素芬怎么生出了这么个畜生, 真是苦了她了。 他们一人一句, 直接将姜宇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下子, 姜宇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 姜宇被打了, 在她第二天看诊的时候, 被突然闯入的飙行大汉, 打得鼻青脸肿。 病房门口的病人 把事情的经过拍了下来, 发到了网上。 一开始, 大家还以为 这只是一件平常的医闹, 但大家越看 就越觉得不对劲了, 因为姜宇喊对方大救。 大救则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 一边踹姜宇, 一边骂她。 别叫我大救, 我不是你救。 小兔崽子, 你妈车祸, 你不救她, 救你幽情人的妈。 你妈在抢救时, 你老婆跟你要手术费, 你却把你们的存款 都取出来给你情人。 你妈葬礼你不来, 反而去接你情人的妈回家。 兔崽子,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姜宇一边用手 护着自己的头, 一边赶忙解释。 舅, 你被骗了。 死的是林昭她妈。 不是我妈, 她斩钉截铁道。 根本不可能是我妈, 我妈压根不可能会在林昭车上。 那天, 林昭明明去她妈家了, 她车上的肯定是她妈呀。 再说了, 我妈又不是黑头发。 听她说完, 我猛然一惊。 原来, 她当时认出来那是我的车了, 也认出来我的副驾驶有人了。 只是由于昨晚她不在家, 我给婆婆染了个黑发, 她不知情, 所以当她在车祸现场看到婆婆的时候, 没有把婆婆认出来。 换而言之, 从车祸现场开始她就是故意的。 大舅又一拳打了上去, 那特么是你老婆给你妈染的。 你妈在临死前一天, 还在我们家族群发消息, 说她儿媳妇给她染了黑头发, 问我们她是不是又年轻了。 合着你压根, 不关心你妈是吧? 姜雨急了? 不是啊, 大舅, 我工作忙, 我是主任医师。 我想关心她, 也没时间啊。 听到主任医师这个词, 大舅的脸上又闪过一抹狠力。 她抬手又给了姜雨一巴掌。 主任医师, 你也配。 作为一个医生, 在现场还有伤员的情况下, 让尚未载满的救护车离开现场, 害得另一名伤员惨死。 你配当医生吗? 姜雨眼神闪躲, 看起来有些心虚。 她戚戚爱爱道, 那, 那怎么了? 秦阿姨伤得也很严重, 都脑震荡了, 为了她的安全着想, 我不能耽搁。 大舅又是一个巴掌, 嘲讽地说, 一个脑震荡, 能比你心脏病发, 并且被力气贯穿胸口的亲妈还严重。 姜雨又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大舅, 我都说多少遍了, 车上的不可能是我妈, 是林昭的妈。 你也不想想, 要是躺在手术室的是我妈, 那林昭怎么可能会愿意 把我们的全部存款 都拿去交手术费? 你都不知道她那天是有多急。 又一个巴掌, 大舅怒道, 我呸, 人家林昭就是比你有良心, 比你心善不行吗? 人家愿意花自己所有存款 给你妈治病, 多好的媳妇啊! 可你呢? 你却为了另一个女人 挪走了你妈的救命钱, 害得你妈惨死。 跟林昭比, 你连个畜生还不如。 江宇还想解释什么, 大舅却直接往江宇脸上 甩了个文件。 诺, 别嘴硬了, 这是你妈的死亡证明, 上面还有你们医院的印章呢。 江宇原本还有些不以为然, 可当她展开了那张死亡证明, 看了一会儿之后, 脸上的表情却渐渐凝固了。 她从头到尾看了又看, 直到确认每一个字都不存在作假之后, 才终于接受了现实。 她一下子跌倒在了地上, 眼里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她一遍一遍地呢喃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江宇虽然看起来很惨, 但是大舅, 现场的病人及家属, 网上看到这段视频的网友, 没有一个人同情她。 不仅如此, 大家还都觉得江宇活该, 她得到现在的下场, 是罪有应得。 网友们纷纷骂江宇, 怎么会有这种医生? 幸好这次死的是她亲妈, 要是一个普通的路人得有多无辜。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还以为自己妻子要救丈母娘, 所以把钱都给了三姐, 没想到却害死了自己亲妈。 笑死, 现在知道后悔了, 早干什么吃了。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的网友在帖子下面 喊话江宇工作的医院, 给医院施压, 要求医院把江宇开除。 不只是为了泄愤, 更重要的是, 他们害怕自己在那种情况下 也遇到这样的无良医生。 他们觉得以江宇的道德水准 配不上医生这个职业。 医院一开始, 还想把这件事给压下来, 毕竟江宇虽然人品差了点, 但是个人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可当网友们发现医院不作为之后, 又把对江宇的恨意发泄到了医院头上, 想巴了医院之前的一些污点, 对医院的名誉造成了严重影响之后, 医院就不得不妥协了。 医院方发表了声明, 开除了江宇。 一夜之间, 江宇不仅失去了妈妈, 失去了名声, 还失去了工作, 失惨。 不过, 网友们说得对, 他活该。 但江宇已经没心思回应了。 在得知了他妈妈的死讯之后, 江宇在婆婆的墓前待了三天。 他整个人如同一个行尸走肉一般, 一直坐在那儿跟婆婆道歉, 怎么都不肯走。 安然心疼极了。 在我的下班路上, 他把我拦了下来。 他朝我质问道, 林昭, 阿宇丘都变成那个样子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上班? 我都无语了。 这两个人果然是同样的没脸没皮。 我白了他一眼。 我当然得上班, 毕竟我又不像你, 没钱了可以靠男人来养, 我可没你那福气。 听我说完, 安然地嘴角露出了一抹轻蔑的笑。 他满脸鄙夷地嘲讽道, 你这是在吃醋吗? 你有没有搞错? 我跟江宇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要在一起就早在一起了, 哪里还会轮得到你? 阿宇都在崩溃的边缘了, 就算是我这个朋友都觉得心疼, 你这个做老婆的却对他连一句安慰的话都不说, 你配做他老婆吗?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他自己把我们的夫妻财产都花光了, 害得我婆婆惨死, 江宇被网报开除, 现在江宇变得一无所有, 精神颓迷了, 他却来道德绑架我, 让我去安慰江宇。 脸怎么这么大呢? 我冷笑道, 呵, 要在一起早在一起了, 那你们为什么没在一起你不清楚吗? 你享受被他追捧的感觉, 享受他对你的好, 但你却并不愿意接受他, 不是吗? 这样的你, 又有什么资格道德绑架我? 安然被我对得一时间有些语色, 但他还想狡辩, 我, 那是我们之间的事, 你没资格评判。 我笑了, 为他那贫瘠的法律知识感到无奈, 我看着他的眼睛嘲弄倒, 与我无关, 可你花的那些钱都是我跟江宇的婚前财产, 我有资格全部要回来, 你与其在这儿跟我废话, 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还钱。 我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了, 估计这两天你就能收到传票。 安然惊得脸色有些发白, 我微微一笑, 淡然离开。 第二天, 安然就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我的诉求很简单, 就是让安然归还他妈妈住院期间 将于给他花的那三十万, 以及在此之前, 将于给安然的所有转账, 加起来将近四十万。 安然当然是不愿意还的, 毕竟那些钱都是他凭本事 让将于主动给他的, 他都已经吃到嘴里了, 又怎么可能吐出来。 所以, 他又去找了将于。 不得不说, 将于也是真的爱他。 哪怕在自己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他也愿意帮助安然。 他跟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 他的声音满是疲惫和不耐烦。 林昭, 你把我害成这样, 还不够吗? 为什么还要针对安然? 那些钱都是我主动给他的, 你告他干什么? 笑死, 婆婆是他不救的, 钱是安然花的, 事儿是大舅捅出来的, 到他嘴里, 反倒成了是我害他了。 真够离谱的, 我挑眉, 我害他。 天地良心, 我只是把属于我的钱要回来而已啊。 我追回自己的钱, 有什么错? 江宇气的要命, 要钱。 你是想要安然的命吧? 他一个月光足哪儿, 有钱给你? 你这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 你害死我妈, 还不够吗? 现在还要害安然? 你非要把我身边的人都害死不可吗? 我一脸蒙圈, 啥玩意儿, 婆婆咋就成我害死的了? 我都被气笑了。 江宇, 脑子有病就去治, 别在这儿胡说八道, 惹人笑话。 江宇却还是降到, 难道不是吗? 你才刚拿到驾照, 没几个月, 为什么要开车在我妈? 你车技不好, 害得钱阿姨受伤, 我妈车祸而死, 这一切都是你害的。 则, 好蠢。 我毫不留情地讥讽道, 合着, 你妈心脏病犯了, 我开车送你妈去医院, 还有错了。 我就该让你妈在家活活等死。 再说了, 出车祸难道就只可能是因为我的问题? 就不会是因为你小三姐的问题。 江宇, 你未免有点太双标了吧? 江宇几乎不假思索地否认了我的说法。 他语气坚定道, 不可能是安然的问题, 他拿到驾照已经好几年了, 开车开得比我都好, 这次车祸怎么可能是他的原因? 我笑了, 被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正因为我是新手司机, 所以开车时会万分小心。 但有的人就不一样了, 他可以自信地扭头跟他妈说说笑笑, 甚至敢在事业不明的情况下弯道超车。 这场车祸, 我话还没说完, 安然却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机, 他冲我吼道, 行了, 不就是四十万吗? 我还你还不行吗? 你别再胡说八道了。 说完, 他就挂断了电话。 说来也怪, 前一天安然还在跟江雨哭穷呢。 我打完电话还没两天, 他就把我约了出来, 然后当着我的面把整整四十万 给我转了回来。 他居高临下地说, 钱我已经转给你了, 你的诉讼记得撤销。 收到转账之后, 我还细心地数了数一共几个零, 确定树木是正确的之后, 才点头答应。 见我这副财迷的样子, 安然冷笑, 左右不过是我几个包的钱, 至于这么宝贝吗? 我撇了撇嘴。 当然至于, 毕竟我的钱都是我打工赚来的血汗钱, 不像你, 你的钱都是从男人兜里掏的。 安然被我气得咬牙切齿, 但他还不敢骂我, 因为他还不想惹怒我。 我知道, 他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还钱, 而是另有所求。 不过我却懒得跟他废话, 拿到钱就坐视要走。 得, 要没别的事的话, 我就走了。 安然却喊住了我。 他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说道, 那个, 既然你钱都收了, 这场车祸的原因你以后还是不要再提了, 那里又没监控。 你就算说了阿鱼也不会信你,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果然, 他怕了。 他害怕当我说出事情的真相之后, 他会因此担责, 所以想用这四十万来捂我的嘴。 可, 这不是我的钱吗? 他用我的钱来赌我的嘴算怎么回事? 我觉得有些可笑。 大姐, 这不是我的钱吗? 你是想把这些钱既当还款, 又当封口费是吧? 一钱两用。 安然极了。 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我就这些钱了。 算我求你了, 这件事你不要告诉阿鱼行吗? 大不了我离开阿鱼, 把他还给你, 这总可以了吧。 我用一副看智障的眼神看着他, 你没事儿吧? 谁会稀罕他那么一个垃圾? 你要是能跟他结婚, 让我脱离苦海的话, 我倒还可以考虑考虑。 安然想了想, 最终摇了摇头, 那还是算了。 要不这样吧, 我把你婆婆之前送我的手镯给你, 换你以后不提这件事, 如何? 说完, 他从他包里拿出了一个镯子。 我接过来一看, 正是我当初在婆婆六十大寿的时候 送给婆婆的那一个。 没想到, 他当时没带几天就说丢了, 到头来, 却是送给了安然。 他可真能借花献佛。 确定这镯子没什么问题之后, 我答应了他。 行, 我以后不提旧事。 安然这才长舒了一口气, 似乎一颗悬着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但他把心放早了, 因为我确实答应他, 以后不提了。 但早在我来之前的路上, 就已经把我车上的行车记录一卸下来, 送到了派出所。 在行车记录一路下来的视频里, 他在弯道突然从迎面而来的货车后面冲出来, 直接高速变道到我这个车道的全过程都清清楚楚, 甚至就连他在超车时跟他妈妈说说笑笑的样子都清晰可见。 而我全程安分守己的开车没有一点错处。 显而易见, 安然全责。 很快, 安然就被抓了。 江雨急了, 他再次气冲冲地找上了我, 眼里全是怒火。 林昭, 你至于吗? 不就是为了那四十万块钱吗? 你至于让警察把安然给抓起来吗? 我的白眼简直要翻到天上去了。 咋想的? 我还能让警察把安然给抓起来。 要是我有这本事, 之前还至于受他俩的气吗? 直接让警察把他俩全关起来不就得了。 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 他可不是因为这四十万而被抓的。 江雨冷眼问道, 那还能是因为什么? 除了你, 还有谁会对安然这么大敌意? 我悠悠说道, 交通肇事。 江雨一开始还不以为然, 带反应过来之后, 却突然瞪大了眼睛。 交通肇事? 怎么可能? 那起车祸的罪魁祸首不是你吗? 我撇了撇嘴, 深深地为他的智商感到捉急。 嗯, 你还是去问警察吧。 行车记录仪在他们那儿, 你看了监控就知道了。 听我说完, 江雨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眉头紧锁, 呼吸急促, 匆匆往派出所赶去。 当血淋淋的真相摆在了他的面前之后, 他的天都塌了。 听说江雨大闹了派出所, 将安然给打了一顿, 自己也因此喜提了派出所一日游。 如果说他之前有多爱安然, 那他现在就有多恨他。 他毁得肠子都清了, 他想找人倾诉, 可他现在已经重判亲离了, 大舅更是见到他一次就打他一顿, 所以他能找的人只有我。 于是他找我哭诉道, 昭昭, 我对不起妈,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真不应该错信安然, 他就是个杀人凶手。 啊, 到了现在, 他都还在推卸责任。 我嘲讽一笑, 安然也就杀了你妈一次。 但你却杀了你妈两次, 真正要了你妈命的人, 明明就是你自己啊。 是你亲手, 把你妈的生还机会给了另外一个人。 说完我就走了, 刘江宇在原地直发愣。 一开始, 他的脸上尽是悔恨与失落, 但渐渐地, 这些情绪却被一抹浓重的怨毒所取代。 他转头就往另一个方向匆匆而去, 看来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安然的妈妈死了, 死在自己家里, 一把水果刀从他的左胸刺穿, 刺破了他的心脏。 他死前的惨状跟婆婆别无两样, 后来江宇主动投案自首了。 他说自己要让安然妈妈一命换一命, 他要为自己亲妈报仇。 法庭上江宇对他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他说他不后悔, 他愿意跟我离婚并把共同财产全留给我, 只求我看在他妈妈在世时对我很好的面子上, 让我每年清明都去帮他妈妈扫墓。 这是他唯一的愿望。 好一个大孝子啊。 不过, 我还没表态, 安然就笑了。 你妈对他好, 你没搞错吧? 你妈当初每个月从你老婆身上捞的钱 都花在我身上了, 她还天天握着我的手 问我什么时候能嫁给你。 只要我一松口, 你妈就愿意立刻把你老婆扫地出门。 你现在说, 你妈对你老婆好。 我请问呢? 安然毫不留情地拆了江宇的台。 毕竟, 江宇杀害了他的亲妈, 他自然恨江宇恨到了骨子里。 江宇一听就炸了。 安然, 你有病吗? 我妈之前对你这么好, 你怎么能这么对他? 安然却目录, 鄙夷地瞪了他一眼。 我妈之前对你也不错呀, 可你怎么对他的? 二人就这样狗咬狗, 在法庭上直接互撕了起来。 他们的这段争吵录像 也被人发到了网上。 有人认了出来, 江宇就是那天在诊室 被大救揍的那名医生。 将两件事串联起来之后, 网友们乐坏了。 笑死, 原来这起车祸的罪魁祸首是Sara, 他居然为了救害他妈的凶手, 害死了他妈。 好搞笑啊这人。 孩子死了他知道喂奶了, 亲妈死了他倒知道孝顺了。 哼, 原来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是死得其所了。 楼上, 你是不是想说罪有应得? 在这全员恶人的情况下, 我成了网友们口中的唯一一个好人, 也是这件事的唯一一个受益者。 怂恿儿子离婚, 另娶的恶婆婆死了。 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不但死了亲妈, 还蹲了监狱, 劈腿的老公, 犯了故意杀人罪。 后来, 江宇被判了死刑, 安然被判了两年, 他们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他们的人生终点, 则是我新生的开始。 上天帮我解决了那些糟心的人和事, 我当然要好好珍惜当下的生活, 过好以后的每一天。 我并没有答应江宇之前的请求, 他提出的条件并不能拿捏我。 只有我每年帮他妈扫墓他, 才给我共同财产。 哼, 本来我俩也没啥共同财产了, 那四十万本就在我的银行卡里, 我也是他的唯一继承人, 我俩所有的财产本就是我的。 我又为何要为此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呢? 这对我来说不值。 至于离婚, 他死了, 我们自动解除婚姻关系, 丧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而是我的战绩, 我的勋章, 我的三杀。